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希望 自己能够做出一些与众不同的成绩 因此我们才会在自己的年度计划中 把阅读、运动、赚钱、减肥、早睡早期等事项 当作努力的目标 但是当我们真正去实现这些目标的时候 就会发现其中困难重重 比如你可能一翻开书就翻困 跑了两天目 腰酸腿疼就想放弃 在美食面前毫无抵抗力 明明十点上床 却刷手机刷到半夜 很多计划坚持不到一个月 也就不了了失了等等 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 你可能想不通 为什么别人能做到自律成才 自己却一事无成呢 你可能还会因此自卑 向现实低头 自暴自弃 抱怨为什么人和人之间的差别会那么大 为什么自己不是那个天赋异禀 才华横溢的人等等 对于这些困扰我们的问题 认知觉醒这本书的作者周灵认为 人的痛苦很有可能是陷入了成长的误区 还没有找到自我改变的原动力 周灵是一位作家 也是一名自媒体人 他说过去的他就像装睡的人 虽然在工作上很尽责 但下班后的时间不是在喝酒 就是在取聚会的路上 只要闲着 不是刷手机 就是睡懒觉 他甚至从来没想过要提升自己 直到他发现 人到中年 还过着没有人生目标的生活 开始意识到自己活得很颓废 当他与朋友的人生轨迹做比较时 才发现 除了机械式的工作 他什么都不会 于是他决定改变命运 他开始广泛阅读 将所学的知识点进行思考与总结 并把读书心得写成文章 分享给网友 为了加快进度 他也曾变得焦虑不安 因为想学的东西太多 反而进步得更慢 当他意识到这个问题 便停下脚步 进行自我检视 改变方向 调整节奏 他将焦点放在心智领域 进行深度研究与探索 他认为 想要改变习惯 不能单纯依靠自治力 还要依靠知识 夺动大脑 运用新的认知和选择 帮助自己真正成长 在《认知觉醒》这本书中 他指出了 社会上普遍存在的问题 为什么人们会急于求成 遇到难题 就会选择逃避呢 为什么没有耐心 去好好读完一本书 学习一门技能呢 该怎样消除焦虑感 坚定信念 专注投入的做事呢 周令从两个方向 对自我认知 进行了全面的剖析 一是内观自己 摆脱焦虑 二是外观世界 借力前行 首先 在向内解释的过程中 周令提出了 以下三个知识点 大脑的构造 潜意识的影响力 原认知与自控力 他从大脑的起源进行分析 提出了本能脑 情绪脑 理智脑 这三重大脑的地位 与权力之争 在这场大脑的较量中 人会经历焦虑 产生 个人定位的困惑 选择的反导 在难度面前的 举足不前等问题 给心理和生活 造成负面的影响 其次 在与世界的连结中 周令分别从专注 学习 行动 情绪 这四个方面 进行细致的分析 为什么有些人 容易分散注意力呢 为什么做好的计划 却执行不起来呢 怎样才可以成为 情绪稳定的人呢 等等 这些问题 作者在书中 都进行了专业 而详细的解答 受到认知 我们就不得不 首先提到大脑 人类之所以能够成为 这个星球上 最高等的生物 几乎啊 可以肯定的说 是完全的 仰仗着我们这颗 齐聚智慧的大脑 在人们眼中 它精密无比 堪称完美 科学技术发展至今 也无法完全 解开它的秘密 然而事实证明 它并不完美 甚至是问题重重 这些问题 也是让我们感到 无能和痛苦的根源 而要想了解这一点啊 我们需要向来了解 大脑的进化历程 大脑的进化历程 总的来说 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它们依次论是 本能脑 情绪脑 理智脑 其中 本能脑呢 是在3.6亿年前 海洋的原始鱼类 也就是后来的爬行动物 在向陆地进军的时候啊 为了适应陆地生活 而演化形成的 这时的本能脑 结构十分的简单 没有情感 也没有理智 只能对环境变化 做出快速的本能反应 比如说 遇到危险 或战或逃 遇到猎物 会进行捕食等等 而且啊 这个时候的爬行动物 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 那就是 它们不是恒温动物 自身的体温 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因此啊 导致它们无法在寒冷的 环境中活动 而到了大约 两亿年前 哺乳动物啊 开始登场了 它们为了更好的适应环境 不仅让体温保持恒定 还进化出了情绪 而有了情绪的加持啊 哺乳动物呢 就能在恶劣的环境中 趋利避害 大大提升了其生存优势 那么相应的 哺乳动物的大脑里 也发展出了一个 独特的情感区域 而这个就是我们的情绪脑 接着时间呢 来到了250万年前 人类祖先的大脑前额区域 进化出了一个新皮层 这个新皮层的出现 不仅让人类 在哺乳动物中脱颖而出 也标志着理智脑的诞生 因为它让我们产生语言 创造艺术 发展科技 建立文明 从此在这个星球上 占据了绝对的生存优势 然而虽然理智脑的诞生 让我们在各种生物中 占据了十分有力的生存优势 但是我们还是能够明显地感觉到 自己对大脑的控制 并不是完全随心所欲的 比如说 我们不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 难以用理智去克服自身的惰性 很多做好的计划 不能顺利实施等等 这是因为理智脑在本能脑 情绪脑面前显得十分弱小 而迅速起来 理智脑弱小的原因 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 理智脑出现的时间较晚 本能脑已经有近3.6亿年的历史 情绪脑也有近2亿年的历史 而理智脑出现的时间 只有250万年 第二 三重大脑发育成熟的时间不同 本能脑在婴儿时期就比较完善了 情绪脑则要等到青春期早期 才趋于完善 而理智脑呢 要等到成年阶段 才基本发育成熟 所以在人生的前20年里 我们总是显得心智 幼智不够成熟 第三 我们的大脑里啊 大约有860亿个神经元细胞 而本能脑和情绪脑 拥有其近80%的神经元细胞 所以它们对大脑的掌控力更强 第四 本能脑和情绪脑 虽然说看起来很低息 但它们却掌管着 我们的潜意识 视觉 听觉 呼吸 血压等生理系统 因此呢 其运行速度极快 可以达到每秒千万次 而理智脑的最快运行速度 仅为每秒40次 并且非常耗能 所以我们之所以也做不成了事 并不是因为愿望不够强烈 也不是因为意志力不足 而是因为我们的本能脑和情绪脑 这两种最为原始的功能区 在理智脑这种后天形成的功能区面前 过于强大的原因 但幸运的是 现在呢 我们了解了其背后的深层原因 也就能够对症下药 通过改变认识 学习技巧 来更好地应对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 那么说到生活中存在的种种问题 焦虑啊 可以说是首当其冲的 在书中 作者总结了最为常见的五种焦虑 它们分别是 完成焦虑 定位焦虑 选择焦虑 环境焦虑 以及难度焦虑 学中 完成焦虑很好理解 比如说临近开学 90%的孩子 因为敢作业 显示难 这就是无法按时完成任务 而产生的烦恼和压力 定位焦虑啊 是对自己的目标不够清晰 这样的人通常都存在这三种现象 一是缺乏长远的目标规划 二是知识储备量不够 三是耐力不足 社会风向吹向哪里 它们就被那些走在前端的领导者带着走 最后困在焦虑不安的情绪里 选择焦虑就是选择困难 比如说 当你想通过读书改变命运 却不知该从哪些书籍入手 当别人告诉你 读书有不同的方法 选对方法更重要时 也可能又纠结在各种各样的方法论中 这样呢 就会让你在面对选择时 举其不定 陷入焦虑 环境焦虑呢 常常会发生在上台演讲 与陌生人交谈的场合 由于不善于沟通 害怕与人交谈 会不自觉地产生焦虑感 难度焦虑呢 是指感觉到 事情的难度超过了 个人能力与预期 觉得无从下手而产生的焦虑 这也是人之所以会有拖延症的主要原因 那么面对着这些焦虑 我们该如何通过改变认知 来摆脱大脑中产生的焦虑呢 在书中 作者周灵告诉我们 想要摆脱烦恼 改变认知的前提 是要先克服天性 培养耐心 至少啊 要有足够的时间 学习成长 对此周灵指出 现代人之所以耐心不足 可能是受某些文化的误导 比如说武侠小说里 刚出闹的少女侠士 在机缘巧合下 获得了五国秘籍 一夜之间就练就了神功 称霸五连 似乎小说中的成功 并没有那么难 只需要一个契机就可以了 所以当人们遇到困难时 天性使然 更愿意沉浸在 当下短暂 简单的快乐当中 要么呢 想走捷径 要么选择逃避 而这个呀 其实也符合人类本能脑 和情绪脑的运行模式 那么想要克服天性 摆脱焦虑 我们可以通过 复利曲线和学习曲线 这两种学习方法 来提升自己的认知水平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啊 我们也在文稿中 放置了这两张曲线图 有兴趣的书有 可以点开文稿看一下 首先我们来说一说 复利曲线 这种方法 需要在你要努力的方向 做一定时间的积累 在这段时间内 你可能在短期内啊 看不到什么巨大的变化 但是当你的知识 或者能力储备到一定的节点 就会从量变 转化为质变 后激勃发 收益飞速增长 这个呢是一种被称为 世界第八大奇迹的学习方法 对任何没有什么 特殊资源的个体 或群体来说 先信并现行 这个价值积累规律 早晚能有所成就 那么说完了复利曲线 我们再来说一说 学习曲线 几乎任何一项学习啊 都会经过这样一种经历 刚开始的时候 进步啊非常的快 然后呢会变慢 进入一个平台期 在平台期 我们可能付出了大量的努力 但是看起来毫无进步 甚至可能是退步 不过呢 这简简是一个假象 因为大脑中的神经元细胞 依旧在发生连接 并且呢被不停的巩固 到了某一个节点之后 就会进入到下一个快速上升阶段 比如说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 建立一个新的语言基础 通常的需要六个月 才能够通过平台期 但是很多人呢 并不知道这个规律 只努力坚持了五个月 发现自己没有什么进步 就摇头放弃了 而这样的做法 确实十分的可惜 因为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 神经元连接 会在放弃练习后落化 消失 下次学习 又得重新开始 而当我们清楚了这些规律以后 就能在面对长期的冷气 或挫折失败时 做出与他人不同的选择 有人选择放弃 而我们继续坚持 同时 我们不会因为自己进步缓慢 而沮丧 也不会因为别人成长迅速 而焦虑 机器人与人 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对于这个问题啊 有人可能会说 这机器人 它是钢铁做的 能够在很多人无法适应的环境下 基金工作 而且啊 它的计算速度 要比人快出成百上千倍 没错 这个呢 的确是机器人 强于人的明显特征 但这个呢 并不是它与人之间的最大的区别 机器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 机器人 没有潜意识 它的每一个动作 包括转体驱动 弯曲手指 提高说话的音量等等 都要靠芯片和程序的控制 而且一旦断电的话 那机器人就会停止工作了 可是人就不一样了 人即使是晕厥 失去了意识 虽然说会瘫倒在地 但是心跳啊 呼吸啊 消化等功能 并不会立即停止 因为它们受潜意识的控制 除非物理死亡 否则潜意识啊 永远不会消失 而这个呢 也正是人类经过长期进化的结果 由于我们的大脑每天要处理海量的信息 其自身的运行能力 又不能像机器人那样 只要机器不换 电量饱满 就能一直持续工作 所以大脑为了保证自身的正常运行 进化之手 巧妙地采用了意识分层的手段 它让潜意识负责生理系统 让意识负责社会系统 如此分工 意识那边得到了解放 可以全力投入 高企丽社会活动 然而进化也是一把双刃剑 意识分层 在给人类带来巨大好处的同时 也带来了副作用 而这个副作用就是模糊 因为处理各种信息的速度不对等 意识很难介入潜意识 而潜意识 却能够轻易左右意识 所以人们总是会做出一些 连自己啊 都不能理解的事 比如说 明明的是想去学习 结果转身就拿起了手机 明明知道有些担忧毫无意义 却总是忍不住 陷入焦虑 就像身后有一个影子 它能影响你 但你不知道它是什么 回头看去 一片模糊 这种模糊的 让人心生迷茫和恐惧 而迷茫和恐惧 又是我们的认知 情绪和行动 遭遇各种困扰 继而影响人生的走向 所以说 模糊正是人生困扰之源 而人生也像是一场 消除模糊的比赛 谁的模糊越严重 谁就越混沌 谁的模糊越轻微 谁就越清醒 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来消除 或者减轻我们大脑中的这种模糊呢 答案是有的 而且如果我们每个人 愿意去认真的了解和行动 都能够掌握这些 消除大脑模糊的技巧 首先我们来看看 认知上的模糊 所谓认知模糊 是指我们对某些概念不清晰 没有掌握足够多的知识和工具 去解决难题 而之所以会造成这样的情况呢 是因为人的天性使然 要知道 学习一项技能 思考一件事情 对于大脑来说 是极其消耗能量的 而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 生命的首要任务是生存 于是 基因自我设计的第一原则 就是节能 凡后能高的事情 都会被视为是 对生存的威胁 而潜意识没有思维 只有本能 它会努力让身体 走低能耗路线 诱导我们娱乐享受 所以本能的通常都是阻碍学习的 但人如果不学习 又无力克服本能 所以说 通过学习 你觉得认知模糊方面的知识 掌握相关问题的解决方法 才是应对认知模糊的 基本法则 不过在我们拥有了丰富的知识 掌握了解决问题的技能 也并不意味着 从此之后 就会有一分风顺的结果 我们都听过这样一句话 叫 不过很多书 却依旧没能过好这一生 这是因为人生的烦恼 除了来自内部 还有一些来自外部 其中认知模糊 就是内部的烦恼 而情绪模糊和行动模糊 则属于外部的烦恼 在实际生活中 我们每天都会面临各种烦恼 但多数人习惯被动承受 少有人乐于主动面对 因为解决问题需要动脑 而承受痛苦 则只需要现在那里不动 男儿回避痛苦 并不会使痛苦消失 反而会使其转入前意识 变成模糊的感觉 而具体事件一旦变模糊 其边界就会无限扩大 原本并不困难的小事 也会在模糊的潜意识里 变得难以解决 而这个呢 就会让我们形成情绪上的困扰 也就是情绪的模糊 比如说在体育课上 要进行三千米的长跑考核 在还没跑之前 我们的内心啊 是紧张的 抵触的 甚至呢 还会找借口请假 来逃避考试 而想要克服这种情绪上的恐惧 最好的办法就是 要认清它 拆解它 找到问题的根源 不要让它被潜意识控制 比如说自己位置跑三千米 是担心考试成绩不及格 还是觉得跑步太辛苦 再或者是担心自己啊 玩不成 被同学们嘲笑 等等 当我们知道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后 就能理清情绪 以平和的心态 来面对问题 那么在消除了情绪上的模糊之后 最后我们还要有坚定的行动力 虽然很多人把行动力不足的原因 归结为环境干扰 或者是意志力弱 但事实上 行动力不足的真正原因是选择模糊 作为选择模糊 就是我们在面对众多可能性时 无法做出清晰明确的选择 比如说 当你心中有很多欲望 脑中有很多头绪 或者拥有可自由支配的时间时 你就会进入 既想做这个 又想做那个 既可以做这个 又可以做那个的状态 就像自己始终站在狮子路口 却不知道该往哪里去 从而使自己陷入一种 不确定性之中 而人类面对不确定性时 会不自觉逃避 这是因为在远古时代 我们的祖先看到草丛在动 但是无法得知 那里面是兔子还是狮子时 为了生存 会本能的选择逃跑 所以当我们的头脑中 有很多模糊的选项时 我们就会不自觉地选择那个最清晰 简单和确定的选项 也就是说当我们没有足够清晰的指令 或者目标时 就很容易选择享乐 放弃那些本该坚持 但比较烧脑的选项 因此在现代生活中 要想让自己更胜一筹 就必须学会花费更多的脑力和心力去思考 如何拥有足够清晰的目标 我们要把目标和过程细化 具体化 在诸多可能性中建立一条单行通道 让自己始终处于没得选的状态 而只有在这种状态下 我们的目标才会最清晰 也才会最有行动力 在生活当中的我们总是会听到 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迷失了自己 这种告解 但有的时候啊 走远一点 是为了回过头来 更全面 更透彻地看清自己 有时候在1959年的8月7日 美国探索6号卫星 在宇宙太空下 拍下了第一张地球全景照 而这张照片的视角呢 也被誉为上帝之眼 一直以来啊 人们每天忙着衣食住行 或许忘了自己是谁 身在何处 直到这张全景照 地球也蓝色星球的模样 出现在人们的视线 我们才发现 哦 原来 这平日里的一粒鸡毛 放在宇宙当中 仿佛啊 不止一提 在书中 作者呢将这种视角 称为原认知视角 换句话说 所谓的原认知啊 就是让自己主动跳出 固有的思维模式和认知体系 从第三视角来观察自己 从而获得更为清晰和广阔的视野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通过原认知 来进行自我观察呢 具体来说啊 我们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从过去对现在进行观察 站在此刻回望过去的自己 观察从前的生活经历 其次呢是从未来对现在进行观察 站在未来肯当下的自己 思考面对同一件事 自己也会怎样做 然后呢是从高度方面 对现在进行观察 从更高的维度 以一种全局的视角 来观察自己 最后呢是从深度方面 对现在啊进行观察 琢磨你的思维模式 思考自己呢拥有 怎样一套底层逻辑 那以上这四个维度呢 就是原认知的底层逻辑 当你从这四个维度 重新认识自己 其实呢就已经接触到 原认知 带给我们的核心能力之一 也就是自我觉察 而想要强化 自己啊在这一方面的能力 或者说提升自我觉察的认知水平 我们可以从以下这四个渠道 来获取力量 第一呢是从过去获取力量 学习前人的经验 前人的智慧 大多呢可以从书籍中获取 比如说啊 我们在读过课议练习之后 再面对学习中的困难时 就不会逃避和畏惧 而是会利用舒适区边缘理论 让自己啊 积极面对挑战 第二是 从自身的经历中 学会成长 虽然说这些经历呢 是有些痛苦的 但是它会令你有所顿悟 避免下次重蹈覆辙 第三的是 自我监控 不断反思 让自己啊 成为自己的灵魂伴侣 不断地监督和鞭策自己 第四呢是 运用凝想之力 放松自己 冥想是训练专注最好的方式 而且啊 它的呼吸式练习 还可以帮助我们摆脱 紧张的情绪 那么通过以上 四种力量源泉的加持 我们的原认知水平 将会获得良好的提升 自我觉察能力 也将会得到 长足的进步 而这个呢 则有助于 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 看清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 从而更好地掌控 人生的走向 那除此之外啊 在书中作者还指出 原认知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提升 自我觉察的能力 在实际生活中 原认知还能在 自我控制方面提供强大的指导 生活中缺少自控力 通常是我们经常遇到的一个困扰 比如说我们早上睁开眼的第一个动作 是习惯性的去拿手机 拿开抖音 翻看一个又一个短视频 虽然说看过之后 我们会自责 并且发誓 明天起床不再看手机啊 但是到了第二天 又会重蹈覆辙 我们之所以会沉浸在各种娱乐活动中 不能自拔的行为 往往呢都是受到了潜意识的影响 那前面呢我们也说过 与意识不同的是 潜意识主要是控制身体的生理系统 也就是我们的本能 而我们的本能又有着趋利避害 贪图享乐的特性 所以我们不愿意去做复杂的思考 而是更容易去做那些简单的 能够在短时间内给我们带来快乐的事情 那么如果想要克服潜意识的影响的话 那就需要用到原认知 给我们带来的第二个能力 也就是意识中的自控力 自控力啊 具有足够强大的能量与潜意识进行权力掷争 具体表现为以下两点 首先自控力能够帮助我们学会做正确的选择 就比如说早上醒来玩手机这件事 自控力啊会监督我们把精力 放在原本该做的事情上 其次的就是自控力 会让我们花几秒钟的时间的去思考 接下来该做什么怎么做 比如说小马颂在朋友圈的尖字声中 有一段关于教育意义的观点 他认为输过教育的人 在挨骂的时候 不会马上骂回去 而是选择冷静一下 进行自我审视 而这个就是自我控制的一种表现 所以说每当我们遇到需要做选择的情况时 不妨的先停留几秒思考一下 这样呢就有可能激活自己的理智脑 启用原认知来审视当前的思维 然后做出不一样的选择 那么想要通过自控力做出一些正确 或者说更好的选择 一个更好的做法就是 在这些选择的节点上 多花一些原时间 原时间的是作者自创的一个概念 虽然我们的一天24小时看起来 每分每秒都一样 但实际上并不相同 有些时间的权重 要远远的大于其他时间 因此呢 作者把这些权重大的时间称为原时间 原时间通常分布在选择的节点上 比如说一件事情 一个阶段 或一天开始或结束时 善用这些时间会极大程度的 优化后续时间的质量 那换句话说 所有面临选择的时间节点 都可以被称作原时间 我们不能在这个时候丧失主动权 任由潜意识的本能左右自己 进入下一阶段 尤其是在面对诱惑和困难的时候 那不在原时间内 我们要做些什么呢 简单来说 只做一件事 那就是想清楚 如果不在这些选择的节点想清楚 我们就会陷入模糊状态 而模糊的是潜意识的领地 它会让我们产生本能的反应 那就是娱乐 所以说啊 基本的应对策略就是 在选择的节点 审视自己的第一反应 并产生清晰明确的主张 比如说 我们希望成为一个会说话的人 那么遵守一个原则 那就是想两遍再说 突款而出的话 往往是出自本能 如果我们能在那句话说出口之前 先控制好自己的思绪 停上一两秒 用理智再审视一遍 或许啊 马上就会改变主意 换一种说法 甚至选择保持沉默 毕竟有时候 最好的回答 就是不回答 同样 早上醒来的那一瞬间 拿起手机的那一瞬间 回到家的那一瞬间 等等 我们都要面临新的选择 要主动消耗脑力 去觉察他们 审视他们 虽然这样做会更累 但这正是锻炼原认知 提升自控力的最佳时机 就像是在取思想哑铃 让自己的理智变得更为强大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们在做某件事情的时候 大脑中经常会出现许多其他的想法 比如说我们在吃饭的时候 脑子里还在想着今天工作上的事 明天计划又要做什么事 当我们准备睡觉的时候 明明该放空一切 让大脑好好休息 但下一秒去又在想 门窗关好了没有 第二天出门 该穿什么衣服等等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吗 这是因为我们的行为和感受 没有在同一个频道上 在书中作者告诉我们 注意力是由行动和感受 两个部分构成的 最初两者的目标是一致的 那就是未共同解决某件事 但是随着行动熟练程度的加深 动作会逐渐变得机械化 人们不再需要用思想去掌控这个行为 这时空闲下来的思想呢 就会把精力分流给其他事物 因此啊就导致身心分离 而导致身心分离 在具体事件上的表现 无非那是以下两点 一是觉得当下太无聊啊 所以呢追求更有意思的事情 而是觉得当下的太痛苦 于是追求各个舒适的事情 因为身体受困于现实 只好让思想天马行空 无论我们身在何处经历着什么 只要现实中稍不如意 就可以让思绪上天入地 瞬间逃离困境 享受想象中的舒适和快感 换句话说 就是分心走神的成本太低 而人的天性呢 又是急于求成和避难趋役的 所以说在默认情况下 我们都会不自觉的待在精神舒适区内 那么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帮助我们专注当下 减少身心分离呢 在书州 作者也为我们提供了两种具体的练习方法 第一种叫做让感受回归行动 比如说在跑步的时候 把感受啊收回了 细心体会抬腿摆臂 呼吸吐气和迎面的微风 在睡觉的时候 把感受收回了 细心感受身体的紧张与松拾 在吃饭的时候啊 把感受收回了 感受每一口饭菜的香甜 体会味觉从有到无的整个过程 不要在第一口啊还没吃完 就急着往嘴里塞第二口饭菜 我们的身体感受 永远是进入当下状态的最好媒介 而感受事物从开始到消失的过程 更是一种很好的专注力训练 它可以提示我们 身心合一的要领 不仅是专注于当下 更是享受当下 而这种享受 必将使我们更从容不慌张 慢慢练习收回感受 让注意力回到当下 我们的反导就会慢慢减少 精力就会更加旺盛 情绪就会更加平和 身体的就会更加柔软 感知就会更加灵敏 思考就会更加深入 那第二种提升注意力的方法 叫做主动选择信息 顾名思义所谓主动选择信息 就是自己有意识地选择一些信息 与此同时还要主动摒弃一些信息 比如冥想者会主动将注意力 集中在自己的呼吸和感受上 并且屏蔽其他杂念 从而达到深度专注的状态 不过说到这儿呢 可能有的书友会提出这样的疑问 像冥想这种主动选择信息的深度专注 是需要学习和练习 如果没有一定的基础 肯定是无法取得良好的效果 没错 其实不仅仅是冥想需要进行练习 任何一项我们想主动做好的 并且沉浸其中的事情啊 都是需要进行刻意练习的 比如说想要沉浸式读书 想要专注工作不被各种事物打扰 想要练习一项技能 学习一种知识 都需要我们为知付出努力 不过幸运的是啊 虽然我们想要专注做的事情有很多 但是练习的方法却是一通百通的 在书中 作者能为我们提供了一套 进行刻意练习的方法论 它大概可以分为四个关键步骤 下面呢我们就来具体的说一说 刻意练习的第一步是要明确目标 就像用先练小提琴的人 不会只是告诉自己要练多久的琴 他们呢会给自己啊定量定标准 比如说弹一首曲子 要连续三次都不出错 还要保证每次弹的曲子节奏都一致 不能说这次啊弹得快 下次呢弹得慢 而当我们的目标越具体 我们的感知力就会越强 越能沉浸在做的事情当中 第二是要极度专注 虽然我们都知道专注的重要性 但要想沉浸在某事当中 其中的关键是要做到极度专注 也就是说在短时间内投入100%的精力 比长时间投入70%的精力好 因为专注的真正动力啊 并不是毅力和耐心 而是不断地发现 技巧上的微妙差异和持续存在的关注点 精力越集中则感知越细微 那第三的是能获得有效的反馈 一般来说啊 不论做什么事情 我们都需要反馈来准确地识别 自己在哪些方面还存在不足 以及为什么会存在不足 缺少反馈 我们既容易出错又容易走神 而且啊很难快速提升个人能力 因此有教练指导是极好的事 有老师批评也是好的 闭门造车式的练习 不仅容易让人分心走神 也会让自己呢 长期在低水平层面徘徊 第四呢是在拉伸去练习 一味重复已经掌握的事情是没有意义的 但挑战太难的任务也会让自己感到挫败 二者都无法使人进入到沉浸状态 好的状态呢应该是介于二者之间 而这个呢就是拉伸去 著名的心理学家米哈里切克森米哈赖 在《心流艺术》中提到 当我们做某件事情感到厌倦时 不妨提高难度 当我们做某件事情感到焦虑时 不妨在这个程度持续练习 保持喜悦之心 继续钻研 尽量不要挑战高难度 从而打击了自信与动力 那么通过以上的练习方法 我们就可以在想要做的事情上保持专注 并深度沉浸其中 持续精进 进而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如何运用一些微习惯 点燃学习的动力 说到学习的动力啊 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种 现在非常流行的督促学习的方式 那就是学习打卡 随着各种手机APP的更新迭代 许多平台都推出了自己的打卡系统 从早睡到早洗 从跑步到健身 从娱乐到学习 从美食到养生等等 各种各样的打卡项目 充斥着我们的生活 当然打卡的初衷啊 是值得认可的 一方面 打卡呢 可以把这个大目标 分解成小目标 降低难度 便于执行容易实现 另外一方面 打卡的完成度 以及被点赞的结果 能够增强 学习的自信心 让人更有动力 将这个目标进行到底 不过呢 在人们纷纷打卡的过程中啊 我们也会发现这样一种现象 就是很多人在平台打卡的时候 非常的积极 但是真正能通过打卡完成目标 并且收获成效的人 却很少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 这个是因为 由于人们过分追求结果 而造成的以下两种副作用 一个呢 是动机转移 一旦人的信念受到干扰 就会发生动机转移 比如说书中的这样一个例子 一位叫阿建的人 他制定了五个学习计划 本来啊 坚持得好好的 但是当某一天 有事啊 没能万丈这个打卡 他就产生了放弃了念头 再也提不起学习的性质了 第二个呢 是动力扭曲 它指的是 人们为了完成任务 而偏离了初心 就像之前的微信运动 曾一度啊 带动了很多人坚持剑走锻炼 可是很快 人们的这个关注点啊 就放在了步数排行榜 以及点赞数上 于是呢 为了获得更多的关注 有些人啊 就开始使用摇步神器 来填充步数 而这个呢 就偏离了运动初心 那么如果想要改变这种情况 可以遵循以下两种策略 正确使用打卡工具 一是用记录代替打卡 将你完成目标的过程 给记录下来 进行定期的对比 复盘改进 第二呢 是设下限 不设上限 不追求更高的目标 而是根据实际的情况 来合理安排计划和行动 以此呢 来降低自己的心理压力 那么分析完了 通过打卡驱动学习的利与弊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看 另外一种能够帮助我们 提高学习效率的方式 它就是正反馈 在书中有这样一个例子 认知升级的作者刘传 毫无电子琴基础 但是他仅用了两天的时间 就从一名初学者 成功通过了实际考试 更神奇的是 直到考上十级 他都没有学习一点阅理知识 而他的老师 也从来不让他学习阅理知识 只是做动作的示范 然后让刘传跟着练习 就这样 刘传每周按照老师教的动作 进行练习 周末的时候验收学习成果 不通过那就继续练 直到通过之后 就开始练习下一首曲子 那么如此循环两年 最后练成的曲子 直接达到了十几 时至今日 刘传依然非常感谢 他的音乐启蒙老师 虽然说不知道阅历知识 但是这并不影响 他完整流畅地演奏给别人听 并由此能获得及时的夸奖和赞扬 这种反馈就会像海浪一样 一遍遍地冲击着信心这块沙滩 让他始终沉浸在弹琴的乐趣中 而反观现在 多少孩子因为要学习系统枯燥的理论 而长期处于乐理 识法 音律 节拍 这些乏味的基础练习中 家长们要求孩子 一遍一遍地练习 都半不是为了马上给他人表演 而是为了完成考级 由于长时间收不到外界的正向反馈 孩子们逐渐就将学习 视为一种内心的抗拒 但是又不得不完成的任务 而这个就导致了 虽然说家长们投入了大量的金钱 孩子们投入了大量的时间 可最终却不得不走上了 从入门到放弃的道路 所以说 是否有及时持续的正向反馈 正是产生学习动力 和学习效果差异的关键所在 那么当我们找到了这些 能够提升学习动力的方法 那是不是就能够游往之前 一直抵达胜利的终点呢 对此作者表示 学习的技巧 已经努力的学习 固然很重要 但是能够科学的修习 也同样不可或缺 书中呢就分享了这样一个案例 一位考研的学生 为了备考 每天的早起 就连吃饭都在听课 脑子里只想着学习 就这样坚持了好几个月 直到某一天 他想着看看小说 放松一下再学习 结果呢 他却再也回不到那种 忘我学习的状态了 这位学生很纳闷 别人为什么可以重新投入 他却不行吗 从他的经历 我们可以看出 一开始用劲很猛的人 很难进持到最后 因为人的经历啊 是有限的 如果长时间没有得到休息 注意力就会持续下降 最后分心走神 呈现出失控的状态 作者呢就曾做过一项 关于学习成长困惑的 在线调研 在338份答卷中 得票最高的两个困惑是 经常沉浸在担忧 幻想 焦虑的情绪里 和总是分心走神 无法保持专注 而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呢 是因为人们在克服困难 和抵制诱惑上面 倾注了太多的精力 并由此产生了焦虑 同时也失去了专注力 要知道啊 这个专注力啊 不能仅靠意志力援助 还要靠主动休息 来进行回血 只有精力充沛了 我们才能保持专注 所以如果你感到自己分心了 那么就要放下笔 没有睡意了 那就离开床 就像李大钊先生所说 要学就学个踏实 要玩就玩个痛快 而这也是作者所提倡的 极度专注 加主动休息的学习模式 他认为 极度专注 配合主动休息 并反复如此 才是最科学的成长模式 也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走得成远 走得平稳 关于学习的方法和理论 一类这本书的作家 格拉德·威尔曾说 天才之所以卓越 是因为他们付出了 超越常人的努力与信念 但本书作者周领呢 却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周领认为 与其花大量的时间 埋头苦练 不如做一些 稍微努力一下 就能看见成效的练习 也就是在舒适区外的 拉伸区进行能力提升 因为只有看得到 正向的反馈 我们才知道 自己是否真的有进步 不过这种做法 在很多人看来是反直觉的 因为我们想要 做成一件事的时候 通常都会告诉自己 要很努力很拼 会给自己设定一个 很高的标准 还会经常的 给自己打鸡血 告诉自己 坚持就是胜利 而这个呢 是我们默认的思考方式 只不过默认的 不代表就是科学的 书中呢 也分享了一位 读者的跑步经历 之前他要求自己 每天跑步一小时 但是这对他的体力 是一种严重的考验 所以每次跑步啊 他都靠意志力坚持 虽然坚持了一段时间 但是最后呢 还是中断了 后来他调整了自己的计划 从每天坚持跑一小时 改为每次三十分钟 最好不要少于一周四次 结果呢 这调整之后啊 他发现 自己可以不用太靠意志力 去做这件事 而显得会主动想办法坚持 并且跑完之后 会很放松 不像之前那样 连续跑一小时 会很累 很难受 所以说 与其给自己啊 打鸡血 告诉自己 坚持就是胜利 不如在舒适圈的边缘 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 这样更容易取得进步 也更容易实现 正反馈的循环 好 那说完了这种 在舒适圈边缘 找到适合自己的 努力方向之后 我们再来说说 主动学习和被动学习 这两种情况 1946年 美国学者 埃德加戴尔 提出了 学习金字塔理论 之后 美国缅因州 国家训练实验室 也通过实验 发布了学习金字塔报告 报告称 人的学习分为 被动学习 和主动学习 两个层次 其中 被动学习 就是别人说什么 我们听什么 别人写什么 我们看什么 而这些被灌输的内容 只有5%至30%的内容 留存在接收者的大脑里 而主动学习 是我们有选择性的去学习 将受获得信息 通过整合 思考 提炼 讨论 分享等方式 变成有价值的内容 而这种形式的内容 留存率高达50%至90% 事实上 主动学习的本质 就是深度学习 而想要做到深度学习 我们可以遵循 以下这三种方式 第一 尽可能获取 并签字钻研 一手知识 比如说我们可以读经典 读原著 甚至读学书论文 经典的一手知识 已经经过时间的沉淀 其价值啊 已经被证明 值得精更细读 第二呢 是尽可能用自己的话 把所学的知识写出来 我们每端一本 有价值的好书 可以用写的方式 把作者的思想 用自己的语言 重构出来 并尽力结合自身经历 学识 立场 去解释 去延伸 而不是简单地 把书本的要点 进行罗列 因为简单的知识陈述 无法很好地将新知识 嫌弃到我们原有的 知识体系当中 第三是 反思生活 学习 不止读书 生活经历 同样可以被深度学习 比如说 好好学习 这本书的作者 程甲老师 就非常注重反思 他每天早上 大约要花两个小时 进行复盘反思 他还着重强调 人与人之间的差距 不是来自年龄 甚至不是来自经验 而是来自经验总结 反思和升华的能力 通过深度学习的方式 不仅能够让我们 不再浮躁 还能够磨练 我们的理智 提高我们的洞察力 和想象力 而拥有这些收获的同时 也将让我们摆脱 被动学习的困局 成为高效的 主动学习者 那除了学会 主动学习之外 另外一种高效的 学习方法 就是学会建立 个人知识体系 将知识点 进行系统串联 所谓知识体系 是把自己已知的 看似毫不相关的 知识点 有序地进行 整合与对接 让它们形成 牢固的知识结构 当你想获得 某一领域的知识时 可以调出 与这个领域 相关的知识点 这就像是 一盘散沙凝聚成塔 当然 这并不是说 将所有的信息 进行连接 而是有目的的 有主题的 进行体系组建 那么在创建 知识体系方面 我们可以遵循 以下三个步骤 首先 创建知识体系的 关键 找到触动点 所谓的触动点 就是 与你有关 能唤起你内心 需求的东西 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知识 不能引起你的触动 那么它很有可能 不是你需要的 靠死基因背学来 用处不大 也很容易忘记 其次呢 是要与生活 进行关联 就像作者所述的那样 无关联 不学习 我们需要把那些 带给你触动点的知识 与自己生活 有关的信息 进行关联 内化 并且将这些知识 转化为行动的 指导依据 最后呢 要在生活中 能够经常练习 或使用这些知识 因为实践 是产生 强关联的 终极方法 学习 不是为了知道 而是为了发生 真实的改变 当我们运用那些知识 去践行那些道理时 相关细节 就会源源不断地 显现在你的视野里 到那个时候 我们不仅能够成为 认知上的强者 也会成为 行动上的巨人 如何提升 自身的行动力 真正把想到 变成做到 罗洛斯剧作家 奥斯托洛夫斯基 曾说过 人生伟业的建立 不再能知 而再能行 虽然说这个道理 大家都懂 但并不是每个人 都能做的 就像我们明知道 打游戏 会浪费时间 却总爱沉迷在 游戏的世界里 不疼自拔 明知道晚睡 对身体的损害 却总是要熬到 凌晨一两点 才肯入睡 明知道 久坐 躺平 会发胖 却还是吃饱之后 就想往沙发上靠 就连本书的作者周灵 也曾经陷入过 这样的困局 但是在痛定思痛之后 周灵决心奋起自救 当时他想到的最好办法 就是培养强大的自治力 认为 只要有了自治力 就一定能改变现状 然而周灵呢 尝试了很多方法 最终却都无功而返 这使他不得不承认 人类贪图享乐的天性 实在是太强大了 不过众多的失败 也给周灵啊 带来了一些新的歧视 他发现与天性对抗 是没有出路的 自治理想并不代表 行动理想 在明白了这一点之后 周灵呢开始使用新的机制 重构行动力 并慢慢完成了自己的蜕变 那么周灵是如何 重构自己的行动力的呢 具体来说 可以分为以下三点 第一点是要想清楚 很多人对自己的目标啊 只有一个大概的轮廓 因此一到迟行的时候 就会含糊不清 所以想清楚要做什么 具体怎么做 才能落到行动上 比如说我们计划读一本书 从哪天开始 用多少天读完 每天啊读读酒 要记录多少读书笔记 等等 这些啊都要想清楚 而当我们脑海里 有了具体的安排 做的时候 才能有条不紊的进行 第二点呢是要输出来 这里的说 是以增强回落的形式 引起注意力 而所谓增强回落 就是指最初的行动 会强化之后行为的 发展趋势 比如说我们每天醒来的 第一件事 如果是翻看手机里 有趣的视频 那么这种放松的状态 就会吸引我们继续啊 去寻找其他 有趣的视频来看 而这就是在增强 看视频 这个动作的回落 因此我们每天醒来之后啊 不妨正正地告诉自己 要事第一 将精力聚合 先处理要紧的事 以此来形成正向的 注意力增强回落 提高自己的做事效率 提高行动力的第三点是 写下来 通过记录 让任务一目了然 这是把目标 转化为行动 最关键的一步 就像作者所说的那样 清晰力才是行动力 再写下来这个环节啊 可以参照这四个步骤 找一个本子 将页面对折 按重要等级 在页面上方写下代班事项 标上序号 在页面左下方写上计划 完成的目标 标记起始时间 备注所用的时长 在页面右下方 登记实际之星的起始时间 以及所用时长 这种记录方式 能够帮助我们清晰的梳理 当天的日程安排 完成了哪些 还有哪些没有完成的 完成这些任务 用了多少时间等信息 日程规划 越具体我们的时间管理能力啊 就会越强 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 行动力都会大大提升 那么除了重构自己的行动力之外 想要把要做的事 从想到变成做到 我们还要学会突破自己的成长将许 那什么是成长将许呢 所谓的成长将许啊 就是想的总比做的多 比如说买了一堆的书 没看几天就闲置了 跟着健身教练跳了几天热身操 就放弃了 准备好字帖和笔 却没练几页就丢在了一旁等等 那么人们为什么每次立下誓言 或刚开了个头就没有了下文呢 具体来说有以下两点原因 首先呢是受成长悖论的影响 成长悖论是指 你想要收获什么样的结果 却往往做着看不到结果的事 有时候人们希望成为知识晕博的人 就得多读书 可是有些书读起来却很无趣 这就导致那些想要先看到结果 再行动的人只不不前 其次 尚未突破预知 一直在努力 但是不见成效 这很有可能啊 是努力的行动量 还没有达到发生质变的程度 也就是还没有突破预知 就像我们坚持跑步的时候 刚开始的时候啊 可能会觉得很累 很辛苦 但是一段时间过后 不但身心舒畅 睡眠质量也得到了改善 就会对跑步着迷 一天不跑啊 都觉得浑身不自散 这就是突破预知的最佳状态 那综合上述两种中断行为的因素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那就是不要看到希望才坚持 如果努力了 还没有看到希望 那就再努力一点 直到熬过艰难时刻 从想到 变成做到这个过程啊 其实就是明代哲学家 王耀明所说的 知行合一 他在《传习录》中曾写道 知之真切 赌实处 即是行 行之明觉 经察处 即是知 意思就是指 我们知道真理 愿意落到实处 就是行动 在行动的过程中 能顿悟觉察万物 就是认知 认知是推动行为的前提 而行为又是认知的结果 可见掌握认知这本技能 行动啊 就有了方向 那么想要提升认知技能 我们可以通过 以下两个方法来进行学习 一是认知学习 在这个阶段 我们要对自己想要了解的 但是还没有了解的概念 技能进行学习了解 从而提升我们的基础认知水平 那么在有了这些基础的认知之后 需要用到第二步技能学习 这点很好理解 它的核心是大量练习 把已知的转变为坚持做 这个过程呢 需要正向的反馈来助力 进而形成一个坚持向上的动力 而当我们拥有了良好的认知力 再加上强大的行动力 那么将想到变成做到 就将不再是一句口号 而是一个又一个的梦想成真 看看稀缺思维 对我们的成长 会造成哪些影响 稀缺思维 是指人们由于事物的稀缺 而形成的一种 只专注于解决目前的稀缺状况 而无暇顾忌其他一些 重要事情的思维模式 这种思维 在人类早期物质极端贫乏的时代 是一种常见的心理状态 因为当时人们的第一要物 就是生存 这种思维能够帮助他们获得 更多食物 以及生存空间 然而在当下这个物质 非常丰富的时代 我们还是会发现 有许多稀缺思维残留的影子 比如说人们在遇到 买而送一的活动时 不管用不用得上 都会买回家里啊 囤起来 还有人一听有鸡蛋 大米免费送 二话不说 就去排队领取 结果呢 倍生加营销 买了更多商品 所以通过上面这些例子啊 我们也可以看出 如果执着于稀缺思维 我们反而更容易做出一些 不理智的行为 因为这使得我们 注意力过度的关注在 缺这件事性上 进而导致了自己的 心智带宽下降 那什么是心智带宽呢 这个所谓的心智带宽 指的是心智的容纳程度 它决定了我们的认知 行为 自我控制等方面的能力 如果心智不够成熟 那么就无法分辨 什么事该做 什么事不该做 面对诱惑 就会毫无抵抗力 而阻碍心智发展的 罪魁祸首 就是稀缺思维 它使人们变得 心浮气躁 焦虑不安 事实上 现在我们基本的生活 可以说什么都不缺 只是在面对更不选择时 才会无法控制内心的欲望 希望拥有更多 那么针对这样的心理问题 本书的作者周琳告诉我们 自我觉知是最好的良药 而具体治疗方案 主要有以下这四点 第一点是保持环境觉知 做出理性的选择和判断 心智的下降 主要影响我们的眼界和心胸 使我们长夜一点得失 就陷入焦虑 那想要跳出这种思维怪圈 不妨启动 原认知能力 客观看待自己 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第二是保持目标觉知 宁少误滥 建设的作者吴军博士认为 高效做事的关键 是选择对自己 最重要的事去做 而不是一心二忧 因为心智富足的人 不会让自己瞎忙 他们善于对生活 做身减法 第三是保持欲望觉知 做行为的监督者 什么都想要的人 注定的会活得很累 因为大脑里囤积的欲望太多 而这些气定神闲的人 往往的吃住简单 没有多余的杂物 因此他们有足够的精力 去控制自己的言行举止 第四是保持情绪觉知 不要冲动做决定 人在激动时容易失去理智 像有些人被老板说了几句 就辞职不干了 这种冲动的背后 往往的是心智太弱 只看到了自己的诡据 而心智成熟的人 却能适时调整情绪 重回工作状态 掌握正常的方法 调整心智带宽 就能将稀缺思维 带给我们的损害 降到最低 好 那通过前面的介绍 我们知道了心智带宽 在稀缺思维的干扰下 会导致人们缺乏格局和远见 以至于看世界的眼光 变得单一狭隘 一旦遇到压力和矛盾 就容易产生负面情绪 然而虽然许多负面情绪 无法避免 但是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方法 进行有效化解 在书中 作者都为我们提供了 以下几点建议 首先的是换位思考 当与他人发生矛盾时 失去理性 会引起愤怒情绪 很多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 去抨击对方 导致矛盾升息 这个时候 就需要调动自身的认知能力 透过另一个自己 去纵观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试着换位思考 权衡利弊 就一定能找到 和平解决的方式 几次呢 是善于学习 不断学习 可以提升我们 看问题的高度 通过阅读书籍 观察作者 看世界的不同角度 学习他们的观点 从他们总结的经验中 开阔事业 以此呢 来帮助我们应对生活中的 各种难题 最后就是要开放心态 每个人的眼中 看到的世界都是不同的 没必要去纠正 别人的想法 更不需要为此 引发情绪焦虑 平和地与他人进行交流 接纳与包容不同的意见 才有助于我们看到一个 更立体的世界 当我们产生 负面情绪的时候 不妨多运用以上技巧 修炼自己 通过学习心知 从多角度进行思考 以开放的心态 洞察世界 反观自己 从而化萧綦为积极 好的 说完了化解负面情绪的问题 我们再来看看 如何提升自身的幸福感 在书中作者提出 一个人的幸福感 取决于自我决定理论中 人的三种内在需求 它们分别是 关系需求 能力需求 还有自主需求 也就是说 一个人想要生活幸福 需要具备以下因素 一是有良好的人际关系 得到别人的爱与尊敬 二是 有独特的本领 技能 为他人 带去独特价值 三是 有自主选择的权利 能做自己 想做的事情 这个理论呢 其实很好理解 想想我们平时的生活 就能明白其中的含义 比如说 在生活中 如果大家都对你不错 你自己呢 又有某方面 独特的技能 还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那你一定会感到很幸福 而在这三种需求当中 自我需求是最能够给我们 带来幸福感的 它是自我决定理论的 关键与核心 也就是说 我们如果能主动选择 和掌控所做的事情 就会产生内在动力 获取幸福 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 一千五百米跑步测试 在大多数人眼里 它是一项考试 只能被动承受 但是在有些人的眼里 它却是一件好玩的游戏 于是呢 这些人有了选择 和掌控的能力 最终也会得到 优势和认可 而在整个过程中 他们仅仅改变了 自己对事物的看法 境况就变得完全不同 而这个呢 就是通过 自我决定理论 提升幸福感的 高渺之处 阅读和写作 对人生的重要作用 在生活中呢 我们总是喜欢 和博览群书的人 做朋友 因为我们能清楚地看到 他们身上散发着 知识的光芒 而这些光芒吸引着我们 一起探索生命的意义 与价值 本书作者周领 在讲潜意识的时候 分享过 程家老师自创的 熔断不读书方法 就是当我们读到 有触动感的地方 立即停止读书 去思考 为什么那个点 能够打动我们 这个观点 能否适用于 日常生活的三个成型 有没有其他 相似的观点 周领觉得 这种学习方法 非常的有意思 不但可以训练思考 还能找到读书的意义 让知识带我们 回归生活 用知识的力量 解决难题 使生活变得有趣 如果说阅读呢 是我们了解他人 看清世界的载体 那么写作 就是人与人之间 真诚沟通的 一座桥梁 在预读书籍 细收兴致的同时 还可以用文字的形式 表达我们的观点 将别人的观点 进行融合 转化为 我们独特的见解 就像周领 在好好学习 这本书中 扬解到 反思的重要性后 他开始每天 写反思日记 这个信念 激励着他 将自身的体会 分享给更多人 而写作的习惯 也推动他 创作出 人生的第一本书 并找到了 人生的价值 从他的经历 我们看到 写作的意义 一是通过写作 梳理逻辑 形成有条理的思路 二是 写作呢 是一个内容 创作的过程 让我们通过 一个个知识点 构思出一片 新的天地 同时 写作呢 还是一个 持续观察 和发现的过程 它可以帮我们 看清自己 传达新生 所以总的来说 读书和写作 是一对灵魂伴侣 阅读 增长见识 为写作 提供素材 而写作 创作价值 提升个人能力 那么既然 读书和写作 对我们的人生 如此重要 有没有什么 好的办法 可以帮助我们 提高阅读和写作 的技巧呢 对于这个问题 作者呢 在书中 为我们提供了一些 个人经验 和总结 清代散文家 袁梅曾说 读书如吃饭 善吃者 长精神 不善吃者 生弹流 会读书的人 能依靠理智 决定他们要读哪本书 以及在读书的过程中 遇到问题 该怎么解决 此外 他们还能通过 读书提炼方法 搭建个人知识体系 而不会读书的人 完全凭情绪 决定行为 很多时候 他们想要读书 都是受别人的影响 在冲动之下 买了一堆书 但很可能 一年也读完一本书 最后呢 书都成了白色 那么在做阅读计划之前 我们该怎样找到一本 适合我们读的书呢 作者周灵 根据他的经验 给我们指出 读书过程中的三大无区 无区一 别人推荐的书 都适合我们 事实上 读书 要先学会选书 我们先要了解 自己读书的目的 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 并不是别人推荐的 都是我们需要的书 只有找到 与我们水平 匹配的书籍 才能体会到阅读的乐趣 无区二 为了读书而读书 读书啊 不是一项任务 是为了改变自己 在读书的过程中 要学会思考 学以致用 而不是看完书中 所有的文字 却不知道这本书啊 讲了哪些内容 真正意义上的读书 是学习 掌握知识与技能 让自己从阅读 到思考 到行动 最后发生 质的飞跃 无区三 沉浸在低效阅读之中 很多时候啊 你会感觉到 自己呢 读了很多书 但是书中的内容 却没有记住多少 而等到享用的时候呢 大脑中 依旧是一片空白 这就叫做 低效的阅读 而怎样 让学习过的知识啊 变得根深蒂固 我们可以运用一种 高阶读书法 这种技巧 有两个核心要点 一是在阅读时 让知识点 连接其他知识 形成一套体系 二是 既要读 也要写 把自己的理解 分享或者传授给更多人 真正掌握 书中的知识 阅读是每个人 都能获得的 平等 希望和机会 如果你希望自己 变得不同 那就要请用 一生的时间 去探索 实践 好 那说完了 选书的方法 和阅读的要领之后 我们再来说说 写作方面的技巧 我们读书 学习 是为了 将有用的信息 或者说知识 内化到自己的知识体系当中 以便于解决生活和工作中 存在的种种问题 而写作 就是一个将读过的信息 内化的一个过程 而在这个过程中 也存在着一定的技巧 诺贝尔物理学讲活得者 理查德·费曼 就曾经研究过一种学习方法 这就是著名的费曼学习法 这一学习方法 主要是在最短的时间内 理解知识 加深记忆 作者在讲解写作技巧的 这个话题的时候 也切建了这一套费曼学习法则 并将其准化为费曼写作技巧 这种技巧有两大核心关键 用简单的语言表达 和用自己的语言表达 这两点其实很好理解 就是我们在写作的时候 不要把这个语言 组织得过于复杂 能够用一句话说得清 就不要用两句话来论述 能够用短句说清的 那就不要用大长句 复杂的句子来说明 而且当我们了解到 一个新的概念 或者产生了一个新的感悟时 一定要用自己的语言 记录下了 也就是说 自己是怎么理解 怎么想的 就如实把这些想法写出了 这样我们写的东西 不仅能够让别人看明白 也能帮助自己梳理思路 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 从而提升自己的阅读和写作水平 让写作成为人生进步的好帮助 在人生的道路上 如何保持一个最佳的身心状态 英国哲学家培根 在《习惯论》中 曾写下过这样一段话 一个人的思想决定了他的行为 而行为又决定了他的习惯 习惯决定的性格 而性格最终决定了他的命运 由此可见 一个好的习惯对人生的重要意义 那么什么才是好的习惯 好的习惯又该如何养成呢 对于这个问题 作者周灵在书中 为我们介绍了一个 他自己有切身体验的好习惯 那就是早起 在养成早起的好习惯之前 周灵也曾有过一段 日夜颠倒的生活 晚上不舍得睡 早上醒来精神不振 身体状况也不理想 那时的他也想像巴菲特 乔布斯他们一样 过着早起高校的生活 但要做到高度自律的早睡早起 对于周灵来说啊 实在是太难了 直到他读完日本作家 中导校制的四点起床 最养生和高校的时间管理 才真正开始享受早起的乐趣 因为他在这本书里 收获了以下三条 人生效率法则 第一条呢是早起的时间规划 看上去能比别人 拥有更多的时间 在四点起床 最养生和高校的时间管理 这本书中 作者中导校制 将一天分成三个 八小时时段 第一段是四点到十二点 这段时间用来处理 之前未完成的任务 或者当天的任务 第二段呢是十二点到二十点 这段时间用来铺垫 未来的工作安排 第三段呢是从二十点 到第二天凌晨四点 这段时间用来好好休息 这样的时间安排 就相当于多了一个工作日 而它的代价 仅仅的是调整了一下 睡眠的时间 第二呢是用生物钟 代替闹钟 有利于自然醒来的精神状态 这个过程呢其实就是在 没有外力的作用下 自然入睡 自然醒来 不需要设置闹钟 不让突然的噪声 惊扰大脑的正常休息 当大脑得到了充分的休息 我们就能以最佳的精神状态 迎接全先的一天 而早睡早起 恰好能够实现这种效果 三是在大脑处于高校的工作时间里 完成最难的任务 人体呢从黎明开始 分泌肾上腺素 和肾上腺皮痴类之醇 这两种可以让人 保持精力充沛的荷尔蒙 分泌高峰期 正好呢是在 早上的七点左右 这个时候啊 人的工作效率非常的高 而且在人体进食之后 能量也会在一个小时后 转变为葡萄糖 输送到大脑 人的记忆力 理解力 因此也会提高 大脑的运转速度 会迎来峰值 直到四小时后才降到谷底 所以早起能让身体啊 顺应规律 抓住效率高峰期 把最困难的工作 放在这个时间段来完成 就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那说完了早起的习惯以后 我们接着再来看一看 保持情绪稳定的修行方式 冥想 冥想的是让大脑在最短的时间内 进行深度放松与修复 看似是在闭目养神 调节呼吸 其实呢是在修炼元神 而冥想的修炼难度 则在于能否专注 如果注意力不集中的人 很难做到全神贯注 放松似我 因此呢作者推荐 用七个小求法 来唤醒注意力 帮助我们进入 冥想的最佳状态 对于大脑来说 在短期内 通常呢我们只能记住 七个左右的信息 再多也就记不住了 所以说在冥想的过程中 我们仅需要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呼吸上 也就是说 让七个小求同时做这一件事 如果其中某个小求走神了 把它柔和地拉回来就可以了 那坚持这种练习 你就能养成专注的习惯 并让大脑得到同步的放松 如果说冥想的是放松灵魂的修炼 那么运动就是唤起身体机能的修行 因为生命在于运动 英国科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 经过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好的事物都存在正相关性 意思就是说 假如一个人身体好 那么他也会是一个头脑聪明的人 而一个智身高的人 他的运动细胞也不会太差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因为运动能够调节人体的各种激素 使人达到最佳状态 使身体这个内部生态系统 充满能量和活力 时尚运动的人 体内生态系统犹如一汪清泉 而久坐不动的人 体内生态系统呢 则更像是一潭死水 长此以往 一些不愿意运动的人 则更容易自身焦虑 抑郁 消沉 低落等各种不良情绪 并且压力产生的毒素 会破坏大脑中 几十亿个神经细胞之间的连接 逐渐地使大脑的部分区域萎缩 这就表明 一个长期缺乏运动的人 可能会变笨 而另一个让人觉得 不可思议的好消息是 运动可以在物理上 让人变得更聪明 根据脑科学的相关研究结果表明 我们运动能够启动神经新生 让大脑生长出新的神经元 同时 由于注意力 意识和运动脑之间 有大量重叠 所以运动 也可以直接从物理上 提升我们的专注力 自控力和思维能力等等 由此呢 我们可以推演出 运动不仅能使人身材更好 精神更佳 同时也能增强大脑功能 提升注意力 记忆力 理解力 自知力 从而增强学习效果 让人创造更大的成就 或许更多资源 所以说运动呢 不仅会使一个人 拥有良好体魄 还能让我们耳聪目鸣 精力充沛 保持最佳的前进状态 《认知觉醒》这本书 我们已经全部讲解完毕 下面呢 我们就来回顾和总结一下 本书的精华部分 《认知觉醒》呢 是一部开启认知驱动力的 自我修行手册 作者周领呢 是一位心智探索者 他在书中 结合了多个底层概念 讲述了自己 从迷糊走向 认知觉醒的历程 在书中 作者告诉我们 人的思维 容易受到天性的影响 以至于很多时候啊 明明希望有所作为 却在行为上 出现抵触 或逃避的心理 而人之所以 会有这样的天性呢 是一位大脑的进化 使得潜意识和意识 经常发生分析 进而产生 身心分离的情况 那么该如何 摆脱这种困局呢 作者建议我们 首先呢 需要打破 固有的思维模式 重新认识大脑的构造 以此能来减少 认知盲点 要知道 人类的大脑啊 经历了三次 历史起义年的进化 才从本能脑 情绪脑 发展为理智脑 在这三个大脑中 本能脑和情绪脑 就像年迈的前辈 影响力极强 也极为保守 只愿意做一些 低耗能 轻松的事情 而理智脑虽然说很积极 但如果得不到 本能脑和情绪脑的支持 就会出现 想着这个 去做着那个的情况 所以当我们在 现实生活中 遇到困难 而畏惧 退缩时 首先要意识到 这其实呢 是一种本能反应 不必为此 过度焦虑 几次呢 我们还要通过 学习和反思 清除模糊的认知 进而做出 理性的选择 人们之所以焦虑 往往呢 是因为 在做选择 判断的时候 意识呢 对于各种条件的认识啊 是模糊的 所以呢 就会犹豫不决 无法做出 准确的判断 所以说 想要消除 模糊的认知 需要我们不断地 学习新的知识 来弥补自己 认知上的不足 同时呢 还要学会 从过去 未来 高度 深度 这四个维度 审视自己 以及自己和事物之间的关联 从而获得更加清晰的认知 而当我们拥有了足够的认知能力之后 人生的方向也会变得更加清晰和明确 那么在明确了人生的方向之后 我们还需要增强一些能力 来为人生的前行之路进行加持 杰家牛根生曾说过 世界上没有奇迹 只有专注和聚焦的力量 这句话呢 似乎定义了成功的一个最为基础的配置 那就是专注力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 很多人啊 却没有良好的专注力 那么为什么人们很难集中自己的注意力呢 在书中 作者指出 人之所以容易分心走神 不外乎呢 是以下两个因素 一是 所作之事太容易 因为无聊 我们呢 就会把注意力啊 转向其他新鲜 好奇的事物上 第二呢 是所作之事太难 目标定得太高 与自己的水平相差很大 因为害怕失败 所以呢 持世不敢行动 结果任务越拖越多 压力越来越大 当你想要克服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 我们可以采取以下两种方式来进行训练 第一就是 让感受回归行动 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啊 只专注感受所做的这件事 让行动与感受共振 从而达到身心合一的状态 第二个呢 是学会主动选择信息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在选择信息的时候啊 要有意识地选择一些信息 与此同时 还要主动摒弃一些信息 从而减少自己注意力的分散 那么除了专注力之外 我们还要拥有良好的学习力 以此啊 来提高人生进阶的效率 而想要增强学习力 首先呢 我们可以采用正确的打卡方式 来明确学习的目标 督促学习进步 检查 学习成果 其次呢 还可以在舒适区的边缘 通过正反馈 来为自己的学习 提供动力 最后呢 我们可以在学习的过程中 找到出动点 并在这些出动点之间 建立起关联 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 让学习和记忆的效果 实现最大化 不过呢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学习的技巧 以及努力的学习 固然非常的重要 但是 科学合理的修习 同样啊 也是不可或缺的 因为每个人的精力啊 都是有限的 它并会因为人的意志而增多 只有通过充足的修习 才能让精力回归 而只有精力充沛了 我们才能保持专注 高效学习 除了专注力和学习力之外 在人生的进阶之路上 以下三种能力 同样不可或缺 一是 要学会换位思考 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一个情绪容易失控的人 往往地经受不住生活的波浪 也难以许得 杰出的成绩 所以我们要学会 控制好情绪 做情绪的主人 当情绪产生时 要尝试从多个角度 分析问题 自我反思 调整情绪 保持乐观与开放的心态 二是 坚持阅读 与写作 越多可以丰富我们的知识 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 而写作可以帮助我们 理清逻辑 表达心声 两者一个输入 一个输出 共同塑造了 我们持续向上的力量 三是 拥有良好生活习惯的能力 良好的生活习惯 是我们成功的基石 它不但可以提高 学习与工作的效率 更能改善生活质量 在书中 作者向我们介绍了 早起习惯的巨大优势 早起不仅能够帮助我们 拥有更长的清醒时间 还能顺应身体规律 让身体和大脑 处在最佳的运行状态 除此之外 作者还向我们介绍了 运动对身体产生的神奇效果 运动不仅能使身体 这个内部生态系统 充满能量和活力 还能够启动神经新生 让大脑生长出新的神经元 现在从物理上 提升我们的专注力 自控力和思维能力等等 而当我们拥有了 良好的专注力 学习力 能够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并能够反观内心 认清大脑的运行规律 我们的认知也将由此觉醒 一个人的认知 在很大程度上 决定了一个人的行为 也定义了一个人的人生 因此 认知觉醒 无异于脱胎重生 是一种永恒不变的成长法则 好了 那讲到这儿 认知觉醒这本书的共读 就结束了 期待在下一本书中 与你相遇 再见